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火很不幸的死了十个人 那大家当然很心疼这些生命 那现在呢去检讨很多人认为 当然他的检讨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对的 可是呢 藉由这个检讨就开始认为封控措施 因为新疆已经是太长时间的这个防疫封控了 是因为封控措施所以耽误了救援时间 导致了这一个不幸的悲剧的发生 所以各地遍地开花的这个抗疫开始出现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大陆动态清零的政策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 他如果处理不好 他会变成本来希望说 我能够拯救更多生命 但是实际上的结果 你可能导致更多的抗疫 而这些抗疫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什么样的势力 有没有介入 他基本上都还算是零星 可是如果你不去面对他的话 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强大的力量 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现在很大的问题 他早晚要要过这一关 是啊 这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除了像是 其实是美国都遭遇到这样的问题 川普在2020年的败选 其实跟他的防疫呢 是有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大陆 因为他毕竟是的 全球最后一块的风风控区 那你又这么庞然大物 14亿的人口 世界工工厂 那你的解封 尤其在过去 因为所有的风控管制 最严格的也是在大陆 那等于大家集体坐牢三年 当有一段时间 大陆没有疫情的时候 大陆成为 成为地球上的海角乐园 就是2020的下半年 一直到2021年 大家呢 是世界各地呢 纷纷传来很严重的疫情 可是大陆里面呢 玩了完成一片 那个时候你看到西方媒体 就说你看人家大陆玩 玩的多多开心 感觉上面的都大家呢 一点的都不担心 出门也不用戴口罩 现在倒过来 那倒过来呢 大陆当有疫情的时候 大陆呢看到外面 尤其是这一次的世界杯 世界杯中国队也没有参加 可是你知道大陆的球迷非常多 尤其大陆广告各方面的投入这么多 真的 他当然是要要让大家看得到 你你你不因为这有商业和合约各方 你你不可能的停掉 大陆高度关注 每一场比赛呢都关注 都有讨论度 我看大陆的每一天的那个动态的 那个就是热热热搜榜里头 前十名大概都会有三到八折 要平均有三到八折 因为在沙尔地阿拉伯 这个T赢这个阿根廷的那一天 哇连续两天 八折全部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事情 世足赛这件事情 他产生了一个很意外的涟漪效应 嗯就是当中国大陆的观众 因为看的人很多 看到满场的观众 没有人戴口罩 嗯就是你在大陆看着Live 因为那个是Live Live嘛 你高度观众看的 你说看比赛 你终究看到了场边的一些的情况 大家都没有戴戴口罩 兴奋的时候就是拥抱 大家叫啊跳啊 没有没有没有距离 没有任何的风控 那是在中东啊 在卡达 就是他基本上面也也就是这样的 大家都没有戴口罩 所有致辞的讲话的都不会像蔡英文一样都还戴口罩 当然之前我们讲过当大陆的民众的看到习近平在出访见各国元元首或在北京建元首时候也没有戴口罩 大家就就知道就说其实在解封了 因此那种期待解封那种感觉 集体做出关了三年想要赶快出来对防疫的疲劳这件事情已经到顶点 因为他都知道外面的都已经都开放了那都想要回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看到这次世界杯他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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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点就像是乌鲁木齐的这场的大火他也是个出发那大陆的天灾大陆并不见得发生灾难就不好就说如果是天灾 呃比如说地震他其实是国家团团结的凝聚的一个象征每次当有当有天灾发生或者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都发现了整个社会当中有更强的凝聚力去支持然后呢去动员包括了武汉传出疫情就之后全全中国大陆各地的都持援武汉哇那个温温度啊让你身为一个中国人都觉得感动跟骄傲可是这次乌鲁木齐为什么不是 嗯乌鲁木齐的这场火十个人我我坦白我们并不是冷冷血在台湾一场火烧烧死的十个人你看他沉沉急迈都还都还继续高票当选也是大事啦也是大事啦但是我我我今天有稍微提到过就大家都不知道大陆的公安其实做得不错的大陆十个人以上死亡的大火非常少嗯就像大陆的高铁呃铁路的事故率非常非常低大陆的航啊航空的安全标准 非常非常高就知道其实看到那场大火的时候大火烧烧死十个人在大陆是大事哦嗯再来就说因为他在疫情期间尤其新疆风控超过一百天了一百天啊三个月大家动弹不得压力很大那个小区因为第一时间大家搞不清楚这些情况所以对那场火呢就开始当有很多加油添醋的耳语在网路上就散散开来了 因为他包装在一个社会新闻里头他就散开来了那个小区呢被高度的封控逃逃生门呢被被封死所有呢要要救援的救护车也好或者是呢这些呢救火车也好火车也好都被呢那些呢那些栅栏呢给一个给挡住了这些的传闻都在解释呢那场大火为什么会烧死十个人虽然事后的事故的调查发现并不是这样可是他已经把情绪点起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央跟地方其实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不一致的一个情况没错当中央大陆的国务院开始推出就是二十条优化防控的这个措施之后其实大家看的是松的部分你次密接已经不去追踪了对不对然后你现在也要求不要这个就是全面性的去做这一个和这个这个核酸检测啦然后同时呢要减少这个 一个防控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就是你看到的方向你从央视看到的方向是放松的可是部分地区看到的方向是缩紧的生活感受到的地方是缩紧的这就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性嗯就是这个冲突性就凸显出很多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协调好啊 本来应该要想象的是他要逐步的放松他不可能一次躺平我就讨厌人家讲躺平这两个字躺平是最简单的没有一次躺平这件事情他当然就是要逐步的放松但是逐步放松的过程当中 你地方上面的准备到底配合度到了没有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准备嗯所以当这个这个这个疫情人数一旦上升然后就开始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封锁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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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边看到央视说的话 跟这里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时候你当然会反弹啊嗯本来就已经是防疫疲劳了然后再加上乌鲁木齐的事情嗯再加上你看到的跟你听到的不一样的时候这怎么会不反弹呢嗯所以当然我也承认啊就大陆大嘛总是会有很多的乱可是这个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嗯但大家对于解封的期望值已经拉得很高了部分人对包括包括就是前前几个礼拜 在呃我我跟凤金在谈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标题中国开门了嗯那我们也一定会听到很很多的观众朋友会不以为为然觉得觉得开门了之后就会很大我这我们都都知道就理性上面来讲我们知道开门之后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说他需要耐心需要信心还有就是有秩序的解封嗯如何有秩序的解封那个难度很高因为因为大家本来就像你你你本来关关在一个黑屋 屋子里面结果那个门的打开了一点点了大家看到亮光屋子里面不管哪个角落都一定会朝着那个亮光冲过去是我一定要把这个门撞撞开这个的情情绪那种的社会情绪社会心理啊你在初期的时候压力一定非常大要管控很难管得好很难我告诉你要有秩序的解封更难那最近我们刚刚讲的三件三件事情他又刚好在新闻当中来讲的是盖不住了除了刚刚的世界杯的现场 这是Live的转转播是乌鲁木齐的事情盖不住因为他原来是个社会新闻事件大家关心嘛关心社会新闻事件有有什么错呢虽然慢慢的他的那个调子就转移了变成是对防疫的不满那个那个不满的情绪出来还有一个事件同样是封不住的就是郑州的富士康嗯嗯那个呢在国国际媒体你你你你你你怎么盖呢那个是富士康这么大个厂同时呢那个关关系到呢 Apple关系到呢iPhone关系到全球呢对中国大陆这个生产机器能不能够正常运作这三件事情我国际社会都能够接收到讯息的所以呢国际媒体呢就发现哎那个这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的气氛尤其呢网络舆论的气氛对于防疫受不了这件事事情已经快要忍忍不住了我看到亮光了我一定冲过去所以接下去他当然奉行刚讲一个重点了就是你看到的就说我在放宽 团团可是很多的地方因为已经被严厉的防疫措施制约久了他知道怎么去封控但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封嗯那封封控我把门关起来锁锁起来把你们锁在里面这个简单多了真的真的但是呢当我把门打开大家冲出来的时候怎么办我我能不能让大家不要冲冲出来或者有秩序的出来那个难度很高所以地方上面呢一旦面对到有疫情像你说他很严重吗昨天昨天各地传来的确确诊数3万3 3万多吧3万多很多吗台湾台湾现在都还两人2万啊3万多很多吗而且台湾有太多的黑数啊那你在核酸检测成这样3万多他才刚开始我说你看到3万多的时候所有的民众不要怕相反你要倒过来想解封才刚开始才3万多而已所以真正接下去你处理的困难坦白说在后面眼前遇到的什么什么乌鲁木齐的抗争啦大学里面的不满啦举白尺啦 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会不会有压力担心社会乱 他都是刚开始解封之后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